第一章 好的 谢谢你啊 抱歉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这是我读经的一些心得和亮光 就是读英文圣经的一些心得 我分享给大家 下一页 OK好 对 我自己来读吧 我想因为我状态不太好 可不可以请我的童工来读 你能请23号Hell 帮我读一下这个英文吗 谢谢 好的 Thus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ere completed in all their vast area 对谢谢你啊 当时Mr. Jane老师给我们讲这个的时候 因为我平时我没办法跟着你们随时时时的听 我都是送了孩子回家 会看录播 我会反复的看 那我当当Mr. Jane老师说了这个Vast Arrange的时候 他说一排排一列列 当时我的老海中就出现那个图书馆很高的那种一排一排的书 书柜上面密密麻麻摆了很多的书 然后我就是其中的一侧 当时就特别的感动 就觉得 其实我们 因为他这么说了 是in all their vast array 就是所有的 我们所有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被造 不是 不是凭空的 不是偶然的 都是在上帝的计划中 都是有计划的 都是有目的的 我们虽然很微小 就是像尘埃一样 可是我们依然在他的花名册上 在这个密密麻麻的书柜上有我们的一侧 是我们 是我们 所以我当时候看到我听监老师讲那个一排排一列列的时候就感动 就当时就很快就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我读经的时候 而当我有感动的时候 我会把它用那个formal笔记随时就把它记下来 因为如果不记下来的话 时间长了就会忘记 所以很感恩 反正我自己很感动 被这个话感动 所以我分享出来 其实我们每个人 不明白自己的身份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当明白自己的受造不是偶然 是上帝明明中朝又预备好的 那你来到这个世上一定有你的使命 一定有你的意义的存在的价值 所以就像我们 当我们知道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 就不会过于的在意别人的看法 也不会去为了讨好别人而生活 而知道你活得的利益是要荣耀神 荣耀他的名 你不需要通过什么高薪啊 学历啊 任何外在的物质来证明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价值明明白白 就已经标的很 已经很清楚的表明在这里 啊 可是在这个中文圣经中 他并没有 呃 他就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他并没有说明那一个 呃 一侧侧一排排一列列的那个感觉 我也贴了一张图片 你又可以想象你也是其中的一侧 呃 是在花明车上有记录的一侧 是 呃 我分享 接着下一张 好 嗯 嗯 嗯 好的 嗯 我可以请下一位 Joy 01号Joy 你会帮我读一下中文和英文吗 哦 啊 Come now Let us set the mantra Says to Lord So your sins are like scattered light They shall be as wild as the snow So they 嗯 They are right They are right They are right as crimson They They shall be like war 哦 耶和华说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你们的罪 像 雖像猪红 必变成雪白 雖红如丹颜 必白如羊毛 嗯 阿门 嗯 阿门 我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记得 嗯 Jane老师 有给我们讲这个 Corentson 嗯 这个颜色 嗯 当我其实 Corentson 这个颜色 我当初是不知道 后来我知道 这是哈佛大学的校色 但我 我当初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颜色 还有这个单元 嗯 它的意义何在 嗯 其实这 这个字 是来自以色列 但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讲到 这节经文 我已经记不得了 但是我就 被Jane老师 说的这个 解释 这个Corentson 的时候就被触动到 当时候 Jane老师有说 Corentson 是来自一个虫子 一个寄生虫 在树上 经过长颜 累叶的一个寄生之后 用那个结的果子 煮的水 然后用来染色 那个红色是永不褪色的 然后就是说 这是一个永不褪色的 可是上帝 依然 嗯 可以把我们洗 洗得干净 如白毛 嗯 如白血 如羊毛一样雪白 就是 突然就觉得 哦 神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 嗯 即便我们是罪人 做错了很多的事情 嗯 不可饶恕 嗯 可是 上帝依然承诺 只要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 本身是信实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看到这个Corentson 那么难的 那么 嗯 嗯 当时候老师把所有的颜色都调出来 然后也特别科普了这个 这个 这个小虫子 这个Corentson染色的过程 我就会觉得 哇 嗯 神的恩典 神的 神的年龄 神的强大 嗯 没有人能别 啊 啊 下一眼 嗯 嗯 这个Corentson 可能我们当时在讲一个歌的歌词 对 啊 我不记得 我是但是很想去找 为什么呢 我不记得 但是我就感动这个词 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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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张是 对神的恩典 嗯 请Tina 嗯 Please 帮我读一下 好吗 好的 对 Whenever the Lord raised up a judge for them He was with the judge and saved them out of the hands of their enemies as long as the judge lived for the Lord relented because of their groaning under those who oppressed and afflicted them 啊 Judges 2 18 耶和华为他们的兴起世世 就与那世世同在 世世在世的一切日子 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他们因受欺压损害 而扰害 就哀声叹气 所以耶和华后悔了 啊 对 当时我有记得老师说 对 当时我有记得老师说 relented 嗯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 compassion 嗯 当时候 但是中文 其实老师说那时候是 是 变得 仁慈 变得 宽容 嗯 当时中文翻译的时候 后悔 嗯 当我看英文的时候 其实 是 更包容 是包容年龄的意思 哦 当时候就在想 因为 当时候就在想 当时 约书亚是带着以色列人 渡约旦河 来到流来与密之地的 每个自派是并没有把迦兰地的那个 呃原住民 是神要求他们把呃原住民赶走的 但是他们留下了一部分做奴地 没有把他赶足出境 然后上帝的使者就告诉 以色列人说 我我永远不 废去于你们所立的约 但是你们也不可以与这个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但你们没有听我的 所以以色列人 那你们与他们 通婚 敬拜他们的神 神就非常的生气 说我不把你们赶出去 他们 不要做你们的网罗 他们 但是神说了这样的狠话 嗯 他好像说了狠话 并没有做狠事 嗯 他又不忍心 所以他就兴起了 试诗 他是 race up a judge for them 他 觉得自己不好意思 再直接插手管他们了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嗯 如果有不对的你们可以 那个 我自己读这个经文自己的一些的领受 嗯 嗯 他觉得自己不好意思插手 所以就 嗯 race up a judge for them 就专门派了诗诗 来帮助他们 来拯救他们 可是他还是 他们也不听诗诗的 还是扣拜别的神 嗯 当他们受了委屈了 受到 受委屈了 受压迫了 哀神叹气 神又怜悯他们 神又怜悯他们 所以呢 还是 所以他用的是 relented 并不是因为他后悔 是因为他 变得更融词 更包容 他掉线了吗 怎么没声音了 Kathy你掉了 他直接掉出去了 等他一会 OK relent 这个字 relented 是上帝很舍不得以色列 很很舍不得 所以他内心是有怜悯的 他可怜以色列人 他有怜悯 所以他舍不得以色列人 OK relented 这个字用的是非常有技巧 非常非常有技巧 他描述上帝那种 那种舍不得人的那种心态 所以呢 哎呀 这些人 干脆 要是我的话 全部都击杀了 重新再来过一次 对吧 但是上帝不是这样 他内心有怜悯 他舍不得这些以色列人 OK 所以他这样子对以色列人 所以就兴起了事实来帮助他们 OK 好 看看 Cathy上来没有 金老师 金老师 related 在这里 就是 就是 是怜悯 然后呢 他翻译成 中文他翻译成 他翻译成 别的了 是不是 但是他 就是说神是有怜悯的 是吧 他很怜悯 他舍不得以色列人 他舍不得以色列人 嗯 嗯 嗯 对啊 上帝是充满怜悯的 有怜悯的心 即便以色列人不听话 是其实是应该受到应有的 惩罚的 是让他们可以自己承担 这个行为的后果 可是他还是怜悯 他们 并没有完全 不 并没有完全说 弃绝我就不管你了 嗯 他 兴起事实来帮助他们 那其实 给我的提醒是什么呢 我为什么在这里会有 会有 感动呢 是因为有时候做父母的时候 在管教孩子 有时候孩子不听话 或者让你伤心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说狠话 做 就说我不管你了 很多人真的就放手 不管孩子 就觉得反正我管不了了 或者他不听话 他伤了我的心 可是神 不是这样的 就是 我们 就是 我们有时候 嗯 要么就是 我们要么就是心疼孩子 就是说很 就是不愿意孩子承担后果 要么呢 就完全不管 就是会走两个极端 但是神其实 他也是给了要求给他们 但是他们没有遵守 他也不是完全气质不管的 嗯 所以就会觉得 其实管教孩子 嗯 也是要有智慧 知道如何的来平衡 什么是有恩典 又有怜悯 甚至上说爱是很久的忍耐 又有恩慈 嗯 所以对我自己的提醒 和感动吧 所以我也记录在这 嗯 可能每个人的 嗯 看见和得着是不一样的 啊 分享下一页 请 OK 对 这个说得很好啊 就是说 上帝后悔了是怎么样 他本来可能可以做更强烈的事情 但是他看到 你看到这后面的虫句 because of their groaning 因为这些人都在呻吟 他受到那些迫害啊 受到那些人给他们苦恼 他们痛苦的时候 这些呻吟 他听到人的这些悲伤的时候 上帝怎么样 上帝有怜悯心 所以他后悔了 他舍不得 有有这种意思 就这个后悔 不是我们一般的那种后悔啊 而是这个后悔是说 他舍不得以色列人 所以他后悔了 他就给他们欣喜事事 不要这样子对他们 呃 不会把他们全部都击杀 像我前面刚刚讲的这样子 OK好 嗯 刚刚这一张对不起 跳过一张了 嗯 啊 对 嗯 嗯 请一百七十八号 Johnson 帮我读一下好吗 那 换一个也行 嗯 Teresa 可以吗 五十五号 Lydia 可以吗 所以怎么 我读这段是吗 我读这段是吗 我读 你帮他读英文的部分 对 英文也读吧 好的 星期之后 于 K specialty 十五号 就到这儿了吗 对 那个好 中文是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 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 然后记得Jane老师有特别讲 compiling的这个词 拿出来讲了好几次 我的感动是 其实这个词 它这个中文是跟随 当时老师说的是陪同陪伴 我觉得陪伴好像更贴切一些 因为当时神并没有打算 给以色列人设一个王 因为他就是王 但是以色列人就普普哀求 需要设一个王 在地上管理他们 神也应许他们要撒末尔利 高利在人看来是 无比俊美英俊的那个扫罗 做他们以色列的王 但是神是不喜悦的 但是神虽然神不喜悦 但是神也尊重他们 也尊重以色列的选择 他并没有因此 因为以色列人不遵守他的道 而离弃他们 而是为他们的王 设了一群被神感动的人 来陪伴扫罗 他特别的有说 这些人是被神感动的一群人 在这一群人的陪同和陪伴下 扫罗要做太坏的事情 好像也不会那么容易 就会因为在一个环境中 也会被影响被引导 所以神其实就是不离不弃的神 就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这个词对我的感触也是比较深的 对于孩子的教养 其实我也是应该尊重他的选择了 其实他是明明他是做出了 做的不好的一件事情 可是神也允许给他选择的自由 尊重他的选择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 其实即便他们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 没有按照我的意志去做出合理的选择 就是我也是应该默默的在旁边陪伴 就是默默的 默后的支持和陪伴 不是完全不管 就是做到不愿位也不缺位 就是陪伴 我不知道 就是我也希望神给我这样的智慧 因为当看到孩子远离了这个正目的时候 就是天理正道的时候 有忍耐等候的心 然后并且有 就是忍耐等候 可以在一旁默默的为他祷告 陪伴他 当他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随时第一时间 伸出援助的手 这是我的分享 请娟老师下一页 OK好 那请娟老师为我们读好不好 OK Early in the morning Samuel got up and went to meet Saul but he was told Saul has gone to Carmel There he was set up a monument in his own honor and has turned and gone on down to Gilgal 1 Samuel 15 12 萨姆尔清早起来迎接了扫罗 有人告诉萨姆尔说 扫罗到了加密 在那里立了纪念碑 又转身下到吉甲 对 因为这里有一个中英文 有个比较大的差异 所以我也 英文中是in his own honor 就是非常清晰的说 他是为了自己荣耀自己的名 而设立了这一个纪念碑 那在中文中只是简单的说了 立了一个纪念碑 其实我们很多的行动 看上去很多的行为 都是很好的行为 但是神看我们 不是看我们的外在做了什么 还是看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为谁而做 虽然事情还是那个事情 但是你的出发点 你的初心不一样 你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常常 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 是一个很容易 很喜欢去讨好别人 很希望得别人夸奖的人 那信主时候的前妻 也是很在意 做什么 也很积极 很努力的去服饰 那这个服饰其实中间也包含了很多 就是也是为了得人的夸张 有很多的原因在其中 而不是单纯的 就是为主而做 不求自己的名 所以很多事情 当现在越来越深的认识主 跟随主 跟随主之后 被他的爱所爱的时候 就不那么 就是不那么在意 就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完全可以默默的 就是为神做 很单一的 很简单的 不为了很多复杂的原因 去做一些的事情 其实也是来提醒我 帮助我 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到凡现在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问自己 我在为谁做 我为什么要做 问明白了 想能够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才去做 这样子会有从神来的平安 好 下一页 这是最后一页 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 我再分享这个 最后一页 没问题 没关系你讲 那请进来 再慢慢读一下 好吗 OK But on Ken in his offering he did not look with favor So Ken was very angry and his face was downcast 只是看不中 盖影和他的共物 盖影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当时候 金老师有说 downcast 的时候他非常形象地说 把脸一拉 一沉 当时候因为是 没有画面的 但是脑海里就突然就是 像一个就有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帘子 一个卷帘被拉下来了 就是触动很深吧 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 我不知道中国人 反正我是 我从小 我的妈妈也是 就是常常 这个英文中 中文中 都是变的颜色 我们常常 中文会说 你看我的脸色 那其实 这个英文中的 这个down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画面 就是很 一个动作 就把脸给拉下来 我们常常 中国人表达 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就是用这种方式 我的妈妈 也是用这种方式 来对我 其实我也毫无意外地 传承了我妈妈的方式 用这种方式 表达我 富满的情绪 给我的孩子 那其实孩子 孩子是很能感受到 父母的言行举止 察言观色 是我们中国孩子 比较特有的一个 一个特质 很善于这样 是因为小时候 我们就被这样训练到 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和观察别人的情绪 其实 其实在这边 你在这节经文中 该隐献贡物的时候 那其实该隐 也是献了贡物 也是用粗熟的果子 献给上帝的 但是 因为上帝不喜悦 他就 他非常生气 他也是用了一个 拉脸的方式 其实 他有不满的情绪 也有失望的情绪 其实完全可以 跟上帝沟通 你为什么不喜欢 我的寄物 是有什么原因吗 你能告诉我 你更喜欢什么吗 就是我们 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 我们说到 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是不是不公正的待遇 上面圣经上没说 只是他肯定是有情绪 他也做了献祭 但是他 他可以用更好 给我的提醒是 当我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可以用言语来表达 不是用当 就是把我的脸 拉了给别人看 我可以进一步的来表达 我的情绪 我的疑惑 就是提醒我 当我跟孩子沟通 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遇到这样的冲突的时候 我如何来表达我的情绪 我可以用问问题的方式 我记得被暴力沟通中 也有说如何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我可以说我很生气 我很失望 但你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的公物吗 我怎样做才能让你更满意呢 那可以copy到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跟我们的家人 跟我们的朋友相处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的 沟通的方式 问问题的方式 进一步来确认 来表达我们的情绪 也能确认 如何来更有效的 来解决这个问题和冲突呢 这个我分享完了 这一篇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露 变了颜色 His face was downcast 耶和华对该隐说 你为什么发露呢 你为什么变了颜色呢 该隐因为主不喜欢他的贡物 而生闷气 并把脸拉下来 但是主并不生气 主主动地询问他 帮助他 标明他所见到的情绪 并问他原因 刚刚还有一个看到了 好像还有一张这个 对对对 还请接下来 给我们读一下 ok you're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 town built on a hill cannot be hidden in the same way let your light shine before others that they may see your good deeds and glorify your father in heaven Matthew chapter 5 verse 14 啊 就是我们有贴中文 他的就是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 就是一个光放在手里头是别人看不见的 但我们是我们是基督徒 我是我们家里的基督徒 那很多人可能也是家里第一个基督徒 怎样让我们的光照亮我们的家人 我们身上的耶稣的光能够照亮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这也是一个秘密来着 我们现在在读那个雅各书 雅各书里也会说 be night to the world the world through our words and the deeds to others 就是通过我们的言语 通过我们的行动 来让别人看见我们是耶稣的 耶稣的代表 耶稣的光 就是一个因为读英文圣经 每个人 因为读英文圣经 金老师还有苏珊 还有很多的童工 都默默无闻的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 我们都是被神所爱的人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忆神 那我们读雅各书 雅各书也明明的这样教导 所以我自己的一些感动 就是要成为光 因为 因为耶稣圣诞节诞生的时候 也是有一颗明星 明亮如星 成星在空中引导我们 我们也可以跟随他成为 那个跟随他的那个小星星 请翻到下一页 OK 好 对 Rejoice 我们应该是欢喜快乐的 在圣诞节这一天 也为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孩子 可以被耶稣 被耶稣 被上帝拣选成为他的孩子 应该是欢喜快乐喜悦的 即便我们处在 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困难中 因为有明亮的诚心 在我们身边 我们就可以彼此的照亮 下一页 没有了 好像是 我分享完了 没有了 没有 对 谢谢 我分享完了 OK 好 感谢神 这个好棒 你这么会做这个PPT 我们之中卧虎长龙 神给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的恩赐 每一位弟兄姐妹 属于世界的每个角落 其实 真正你们每一个人的话 并不清楚你们的职业 你们做什么 你们的家庭生活 但是在主里面 灵里面好像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我们只有一个方向 跟一件事情想一起做 就是我们想一起读英文圣经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 Kathy后面有什么 后面你说的是什么 请说 我不知道 还有没有时间 有 有时间 分享一点 我 我的 我的 我抛砖影域 分享一下 嗯 我的那个 其实我这个 我一直想分享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 你可以确信 在 因为这也是 年终末 以这一年的末 就回顾自己这一年 你有什么确信的 你有一个确信的礼物 是神给我们的 是我想要的 又是神给我的 我想大家都可以来分享 但我很想 分享这个话题 是因为 嗯 是因为 其实我跟随 嗯 金老师读 英文圣经 从最开始 最开始 以前是 历历代的时候 我就参加了 但因为 每天要送孩子 嗯 早上六点半 我就没办法听 我早上起床 我就会 嗯 把 我就会进 room 然后开着 然后作为背景音 然后就做早饭 而送孩子 一般完 忙完之后 可能就八点半了 八点半才回家 那可能都是下班场了 之前 金老师讲的 那个英文讲解 我是听不到的 但是非常感恩 嗯 鼠上可以录下来 那我 我特别感恩 想分享这个呢 读英文 嗯 是因为 应该说起来很长 八年前 我就很想 学英文 其实很少的时候 就很想学英文 因为我身边的人 英文都都特别高水平 那个时候不信主 那想学英文 不是因为爱主 而是因为 他们都很厉害 我很差 我不想比人家差 我也要 说得很好 所以学英文的新 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呃 是为了自己的名 那 嗯 后来信主之后 其实也是打着 呃 说 爱 读英文 圣经的名义 其实是为了去学英文 来着 那 我 那时候我是从北京 我刚信主之后 呃 我就从北京 搬家到了深圳 呃 就是因为信主 听到一句话 说你 不要 不要 你要离开自己的父母 和自己的呃 弟兄和二为一 呃 那我就立马搬到了深圳 我当时候参加了一个瑞士人办的教会 呃 那时候那个师母呢 是个中国人 我就想你能带我们学英文吗 他说好啊 因为他想借着学英文可以传福音 呃 那我就去了 那时候只有一周一次 呃 我我当时候我就在想着啊 一周一次太少了 我 我想更多一点 但是他们去的时候有很多人参加 呃 当时候他一来就是放那个新概念的英文 哦 我的电脑没电了 道歉我要冲一下 啊 然后他要 他们是放新概念的英文 然后放那些歌曲 他放一句 你就要复述一句 我那时候的英文水平是很差的 根本就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我就说主啊 这不是我要的 我要每天的 我还要每天 我还要跟我是同同水平的 可以同个街 同一个呃 层次的 可是神没有回应我 那两年之后我就买了那个 VIP case 那时候是那个姚明做广告的那一个 那时候那个很贵啊 呃 我我很想 我迫切的想学英文 但我就是因为觉得身边的人都会说 我不会说 哦 我不好意思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想学 呃 我说有点贵 他说只要你想学那你就学吧 那我报名了 可是那是两年的期限 呃 我当时我想 嗯 那三百节课我一定能学得很好 因为是一对一的 每天都有四十五分钟 那时候我在一个教会学校 在一个教会学校工作 那嗯 其实没办法每天都能保证这个时间 可以去学习的 所以呃 很快这个两年的期限就过了 我还有一百多节课没有学完 那我的英文其实没有任何的进步 在我看来 呃 因为我们学的很多都是 就是呃 厨房里的cooking呢 shopping呢 很多日常的话题 后来 呃 我又就想着这么这么贵的钱 我糟蹋了 我也很愧疚 我也不敢说 啊 我就说那我就自己默默的学吧 后来又 又流行流利英文说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在网上有流利英文说 很多人说很好 因为不贵 在网上相对比较便宜 所以我又报了他的流利英文说 你是两年的课程 啊 我每天每天反复的跟他练习 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都不入我的心 呃 就是没有进步 我 我其实也学了两年 嗯 跟英文也没有提高 我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练习 那后来 我不甘心啊 我又报了那个无君的 呃 英文课 也是网络的 越报越便宜 因为觉得花了那么多的钱 都没有果效 呃 就觉得不配 自己糟蹋了太多的钱 可是神很怜悯 即便我这么祷告祈求 呃 有六年之久 可是神一样的回应我 当我看到这个呃 呃 跟跟读英文圣经的时候 他就是完全是我所期待的 所以我的题目是 有哪一个礼物 你获得的礼物 是你真正想要的 或是想要的 又知道这是神 为你预备的这个礼物呢 我想呃 这个跟随 君老师参加这样的 嗯 读 读英文圣经 嗯 就是 就是神给我量身定做的 我就想要一个每天 可以读的 每天可以一起学的 还有同学跟我一块学 还有老师 还有同学们都跟我水平差不多 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建造 呃 当认识主神之后 嗯 越来越认识神之后 又更可怕读圣经的时候 嗯 更多的认识圣经的时候 读英文圣经 就是再好不过的 就会觉得 哇 这就是没有 没有可以任何挑剔的 呃 就是神为我定制的 又学英文 又读圣经 嗯 然后君老师还 还教我们 就证我们的发音 呃 这一点我也特别的感恩 因为专门请老师发音 是很贵的 他也不会一对一给你揪音 然后他们并不是 他们会常常说 呃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发 可是他们总是说不到 那个点子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老师每次 说那个音 你应该怎么发 呃 说我有一个单词是旺 老师总是发不过 总是发不对 老师说你要把音放在前面 呃 你要把音放到后 中间不要放在前面 呃 就是他能告诉你 很精准的告诉你 你应该放到什么位置 当你就听他的话 把他呃 放到一个他说的位置 那个音就能发出来 所以就特别的感恩 呃 只要有发音问题 只要监老师说 把听监老师的 把他怎么放 舌头你怎么放 他就能怎么发 呃 就是好像发音 不再是一个难题 呃 不再就是 虽然我发的还是不是很好 但是已经不是一个困扰我的问题 呃 所以 所以特别的感恩 呃 我想 这个是我得到的最美好的礼物 呃 圣诞节的时候 这有相信 确信 这是神给我的礼物 嗯 所以我 借着这样的机会 想 呃 分享给大家 是要感谢我们的主 他 顾念我们每一个细小的呃 需要 我们的祷告 虽然 好像开始这么多年 他没有回应 当他 回应的时候 你就会 立刻的就知道 那是神给你的回应 即便 就是 你只要知道 这是出于神的 不管是祝福 还是呃 神给的惩罚和管教 都是喜悦的 呃 只要是出自于神 所以 但是这明明白明明白白的 就是祝福 所以特别的感恩 呃 谢谢Gin 谢谢苏珊 也谢谢呃 你这个 呃 这个英文平台 这些默默付出的同工 我记得七年 去年的圣诞节 呃 呃 陆老师还带我们参观了 他们的家 呃 教我们如何的装扮 我们的家用圣诞树 呃 我也纪念 以前呃 服务服务 我们的 于希尔老师 还有埃斯特 还有 马瑞 他们 呃 也感谢现在的这些 所有的默默的同工 呃 我分享完了 我也盼望着 大家也可以来分享 呃 有什么礼物 是神 明明明 你是知道是神给你的 也是你最想要的 啊 感谢主 哇 感谢神 真的是感谢神 我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进行 我们用来打赏 我们下期待 goals 我们下期待